歡迎收看 我光 幫忙 下酒菜車發展 這就有就該配這些菜 第一個菜是金沙油味 吃起來會有三種口感 這個好吃 下酒好菜 來 沒辦法 生日快樂 謝謝 不是 生日是九月 生日快樂 沒有大禮物 鱔魚的後鱔就可以有 是主食的感覺 好特別的這道菜 鄭哥錄影還帶馬子 對 鄭哥帶鄭妹妹 親妹妹 你走開 我剛剛看到妹妹好漂亮 回頭看你嚇到 你去看你嘴嗎 第一道菜是我們 膠岩肥 膠岩肥 鄭妹好猛喔 你只想叫飯來配 我們下班都很晚 然後回去看他 他整個叫硬要看 那是畢業 會不會覺得說 這三個人有什麼好看的老師 在看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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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他先說沒有要配的 他扶上鏡頭 老闆 我們今天 我們把你老婆記我一倒 要配的 我這個喜歡 好 吃饭 我吃饭 今天要讲的是 史上最强下酒菜 喝酒就要配台菜 今天呢 我们就是那个 啤酒节又到了 啤酒节到的时候 每一年都在我们这边 会举办一个这个 大家来吃菜 但是今天店家要小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 我们美食评论叫 胡天然胡老师 好 厉害 厉害了 耶 谢谢 胡老师 然后我们当然 哎呀 我们这边也请到四位 来自各个不同的族群 首先第一位外星人 不好意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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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黄仙儿 你是地球人 是 是 没错 没错 是 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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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哪里人 我是马来西亚 那你装什么 内地人 好 這一次名字要在台北唱演唱會了 對 這次我破處演唱會了 破 破處 第一次的演唱會啊 對 很緊張 對 很緊張喔 在 在7月25號在ATT Showbox 在台北 對 要不要唱什麼歌給我們大家聽聽啊 繞舍不好聽 年來年去就像年輕 比判我的歌詞太過用力 總是讓人生氣 你最愛看電視節目裡 歌手拼了名稱冠軍 唱到呼天唱地到處靜靜 而你才開心 所以我 今天 穿著西裝筆記 拿著麥克風 唱著首歌 給你 現在我要表告你 表到大淚下雨 再來個專題 只要你能開心 就算表到頭趕我也願意 因為你我表告你 就連香港的氣 都為我嘆息 就連你罵我小心 都對我最 sorry 觀眾都在鼓起 呼呼轉移 漂亮喔 呼呼 轉移 所以你看 一個歌聲跟本人差那麼多 這難得 在馬來西亞算是帥哥 有眼睛多下來更帥 真的嗎 你眼球很好看 真的嗎 有 就是圓圓 她眼睛圓圓很可愛 對 所以通常人家說我轉不去的時候就算了 現在有女朋友嗎 有啊有 結婚了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 還沒有 女朋友 女朋友是後面那個是不是 哇賽 是泰國的 嗨大家好 是泰國的 我是珍珍 那我也是來自馬來西亞 對不對 是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不要像泰國 要鐵巾的 好 那七月二十五號 大家一起去飆高音 好 會唱泰國情歌給大家聽嗎 都會唱 都會唱 台灣朋友比較熟的歌 我都會唱 不唱我們就揍你 嚇一跳 嚇一跳 嚇死我 什麼節目 有看過我們節目嗎 這邊台灣比較黑幫的感覺 在馬來西亞看過我們節目 我經常都在看 網路上都在轉發 好 國家電視台沒有播放嗎 國家 我 我比較少看電視 通常都看手機 看網路 手機這樣 好不好笑 好笑 因為這邊女生 經常都有 真的 你知識人的關係 你說這個是不是 沒有 這個要不要拿去消滅掉 你覺得 不要這樣子 我在馬來西亞是非常漂亮的 很多人說我長得像莫文偉 有 有 有一點 真的有 有那個牙床像 有那個牙床像 牙床像 我跟你講 莫文偉一定會花動機 找殺手把他幹掉 對 而且前幾天金曲獎 我的Facebook充滿著莫文偉的照片 你乖 你乖 我好像怎麼去金曲獎 乖 乖 不行 那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下酒菜 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代表各種不同的族群 阿德你心情給我好一點 你怎麼了 你剛剛看到正正整個又 這樣 來 我原本要喝我現在喝不下去 好請問一下 馬來西亞最喜歡去什麼樣的地方 大家聚餐喝 喝點酒 其實我們比較 我覺得都跟台灣差不多 都是去酒店 或者去唱K的時候喝 可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比較鄉下的地方 我們會在咖啡店喝酒 咖啡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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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下那些店 就是露天的 白天是賣咖啡 晚上就賣啤酒 下午就賣午餐 晚上就變喝酒的地方 然後就看足球 一店三用 是 你們還去海鮮樓 海鮮樓是一般比較正式 稍微正式一點 我們覺得因為吃海鮮就鹹鹹的 就很好喝酒 對 請問一下 因為下韭菜的特色就要夠鹹 您是馬來西亞的華人嗎 對 華人 對 也像 也不會 不會 沒有 之前我在 不是 我只是覺得奇怪 你這個馬來西亞人怎麼這麼白 我們那邊有一位怎麼會 你哪裡人 不過我 我像年輕人 就是 他像 他像漢族 沒有 你像漢族 他像 馬來人 因為之前我去那個 墾丁那邊去看秀嘛 有表演嘛 有人家 那個布農族的人跑過來 你好像布農族喔 這樣 不農族的人說我像布農族 那你 多麼準 那你要不要回去查一下 查一下 因為我爸有沒有來過台灣 你還確定他還沒有 他傳過來 十年前有沒有來過台灣 所以說你們是 你們是在咖啡廳 那現在是韓國人 最近 哇 點閱率超過百萬 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他講台語 厲害厲害 韓國的話 喝酒 吃飯 都在哪裡 就是 我們韓國人就喜歡去那種 就是我們大家看韓劇裡面的那種 黃色的那個 就是 路邊攤 路邊攤 那邊去吃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你問我們 不是 就是韓國人喜歡去路邊攤那邊去吃 就是 吃那個什麼 然後搭一個棚子 那種 透明棚 那種 關東煮之類的 然後就喝那個蒸露之類的 對 就喝蒸露 還有燒肉店 居酒屋 都會聚集在一起 對 那原住民喜歡在哪裡 我們通常幾乎都是在 譬如說來北部的話 那我們要 一定要森林 森林的地方為什麼 跟大自然接近 就是公園 公園 就是公園 然後要不然就是卡拉OK店 投避室嘛 那個是一定要有 然後再不然就是 冰藍湯隔壁的小空地 隔壁小空地 對 那個小桌子幾張小椅子對不對 對啊 然後一個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叫 比如說我叫一箱 冰著嘛 一瓶一瓶拿嘛 對 冰箱就近 買菸啊 買檳榔都方便 對啊 然後只是說要出去 因為像路邊而已 真的 真的假的 你像鬼一樣飄過來 你是 你都去哪裡喝啊 請問一下 我嘛 我平常呢 之前都在馬來西亞喝 我最喜歡在沙發那邊喝酒了 那平常最喜歡在熱炒店喝 是是是 我真的不想在馬來西亞人面前打你 沒有這樣 我是美麗的 你還 好嗎 這是泰國是不是 那個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都在哪裡 我們一般都是去 你有沒這麼苦 因為我們喝不起酒 我們只能去海產店 海產店 海產店現在很棒耶 對啊 海產店 台灣的海產店應該算是 世界比較特殊的 而且因為我是基隆人嘛 我們基隆幾乎就是 基隆人是什麼 基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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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邊基隆的海鮮嘛 比較怎麼講 人家說我們基隆的海產比較新 所以我們基隆人幾乎 喝酒的話 跟朋友小聚啊 都去海產店 海產的啊 海產的啊 其實海產店是我們台灣 喝啤酒的主流啊 主流 對 主要的一個場所 可是我想問 這麼多家你們知道哪一家好吃嗎 就是你們 每一家都好吃 每一家都好吃啊 不是 而且基隆的海產它很多對不對 對超多 對啊 所以它這個套牌嘛 水瓶應該會比較 而且它的魚種更多 對 它有些店裡面 它還有一些魚他們私房的 有些可能是自己釣的 有的是抓的 有些從 魚船長 比如說船長他可能只有一兩條 他們去把它收回來 那種就要跟誰去吃呢 他特別 他就很厲害 因為他的肌肉很熟嘛 是 就可以找一些私房菜 菜單上沒有的菜 我們那邊經常有那種海產店老闆嘛 因為基隆很流行去釣魚嘛 是 他們早上的時候自己會去釣魚 然後你有時候去的時候 他們會跟你講說 欸 他們早上釣到什麼 問你要不要點這樣 喔 對 好啦 那這樣好了 講一個就是說你們覺得 你個人 生命中覺得最棒的 下酒菜 你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你最喜歡什麼樣的下酒菜 我覺得下酒菜其實 榴槤 我覺得下酒菜是一種 對 那你是 那你是 你是吃什麼樣的下酒菜 對 最喜歡的下酒菜 我覺得下酒菜就是要 要夠鹹的夠辣 而且要咳了會 會渴 吃了會渴 喔 重口味 你們馬來西亞就是 咖哩魚頭嗎 咖哩魚頭是一道菜 可是不是下酒 不是下酒的 你說什麼 炸豬肉片是什麼 就是炸豬肉片 或者是 南乳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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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炸的鮮鮮的 南乳排骨 南邊的南乳 其實大致上也差不多 就是一些炸花生 就是給它鮮 不然你講的你好像 真的 超美味下酒菜 讓人筷子停不下來 第一個菜是 金沙油味 吃起來會有三種口感 一個是沙沙的口感 一個是脆的 吃起來會有QQ嫩嫩的感覺 這個好吃耶 加酒好菜 一定要弄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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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謝謝 不是 不要亂找留喝 不要亂找留喝好不好 我生日是九月 那你生日快樂 什麼炸豬肉片是什麼 就是炸豬肉片 或者是 南乳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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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炸的鮮鮮 南乳 南邊的南 其實大致上也差不多 就是一些炸花生 就是給它鮮 不然你講的你好像 真的是原住民 對 講什麼 我講什麼 菜都是原住民 你說什麼南乳排骨 南乳排骨 那個是屬於馬來菜 還是屬於馬來洋 是華人菜 對 馬來不能吃豬肉 因為那邊吃胡椒糖 它那個好像就是 豆腐乳去燉排骨 對 類似的東西 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工飽的東西 工飽工飽 其實它有些都跟它蠻像 比如說蔡波能 這些都要的 蔡波能 天然老師 那個南乳排骨 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就是那一種 那個看起來 老師麻煩那個 那個腐乳汁 老師嗎 是 就是那一種 腐乳汁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一般的我們就是講腐乳 但是廣東人叫南乳 來 把它打成汁的 對 新鮮辣辣 新鮮辣 韓國人推薦一個 到下酒菜鎮 泡菜炒豬肉 這個 這個 下酒 還有的是像烘魚 你煮那個 烤一下那個烘魚 再把它撕開吃 配酒最好吃 烘魚 對 因為烘魚 你滿會過日子的喔 沒有 但你鼻頭怎麼哭 烤焦的 帥到烤焦了 那薩雞爐 薩雞爐是不得了 薩雞爐做過廚師嘛 是 那你推薦一個什麼樣子 你最愛的 這個厲害耶 又健康 那個炒完之後 然後那個醬子 完全被小魚乾吸附的時候 那個吃下去 吃一口香香辣辣的 咬 標準下酒菜 咬完之後不要吞喔 配啤酒這樣灌 對 會不會卡到 不會喔 那個彷彿是 小魚乾 陪咬有嗎 沒有 不是 那個彷彿是 那個蔥花 沉著這個小魚乾 然後 配著浪花 陪 在你嘴巴衝浪 哇塞 現在 先弄一盤 所以 所以你就是上次噎到 又到現在你還沒 不是 那個吃還在吃啊 其實我覺得 只要有辣就好 像香辣蟹啊 然後 那個 辣炒海瓜籽 喔 欸你都吃得不錯耶 不是 這蠻高級的 對啊像辣 這個東西就是蠻平價的 差不多一百塊就可以 是 但是新鮮 新鮮 那我們下次去 你會不會請我們吃 沒有苦人啊 沒有苦人啊 我們都臉 你怎麼辣 我是辣妹 喜歡嗎 你不是說平價嗎 對啊 平價招待一下有什麼關係 招待一下 我們吃一點小魚乾 沒有問題 對嘛 男生大丈夫嘛 男生大丈夫 好不好 就一道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把珍珍 徐沛給你 好 接下來今天重頭戲來了 2015年高雄啤酒節 入圍最終的四個店家 今天呢要請各位現場品嘗 好不好 第一個店家是 奇襟 海濱 海產 歡迎 來 嘿 莊老闆你好 莊老闆頭髮很Q喔 對 在媽媽肚子一會兒就燙好了 吃肉 對 我給你們開玩笑 真的真的 莊老闆這個你們是第一家 就是奇襟 海濱 海產 是 這個今天一定是帶來海產 對 剛剛聽到人家說他們激動很厲害 我跟你講奇襟沒有在說 我們奇襟也很厲害了 是不是 那現在想不想揍他 不會 等一下 為什麼要揍他 今天幫我們就點兩個菜 第一個菜是金沙油味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的特色 所謂的金沙就是 用鹹蛋黃下去打碎 有 磨碎 然後慢慢炒到 真的有金沙的感覺 炒到起泡 你吃起來會鹹蛋黃的口中 在你的口中會爆開 而且是沙沙的口感 我覺得這個鹹蛋黃有幫那個 你這個魷魚提味的感覺 讓它更美味 對 它有香補香成 所以你吃起來會有三種口感 一個是沙沙的口感 一個是脆的 然後再吃起來會有QQ嫩嫩的感覺 這個好吃 蝦酒好菜 沒辦法 這沒有辦法 一定要弄一下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謝謝謝謝 不是 不要亂找旅遊喝 不要亂找旅遊喝好不好 我生日是九月 生日快樂 不敢說 對 這一定要配啤酒 這太好吃了 下酒很濃 所以要配啤酒 沖淡那個濃 這個味道真的就是下酒菜 因為吃了以後 配酒真的是太完美了 沒錯沒錯 這個是要請教一下胡老師 胡老師最後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他剛剛形容的那個滋味 其實我們不吃之前 大家先拿起來聞一下 你會發現你聞到什麼 不是金沙的味道 是炸油的油香味 我們知道你這個油裡面去炸 豬排跟炸海鮮 味道是絕然不同的 兩個味道 它的那個魚的那個香味 完全在你聞到它的時候 你就聞得很清楚 而且它的炸油很乾淨 所以它有油香氣 然後它金沙裹在外面呢 就有那個金沙 鹹蛋黃的香味 所以它的鹹香味就出來了 所以你在咬它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是那種 蛋黃的鹹香味 所以一個油香一個鹹香 還有它那個海鮮本身的香味 對 三種香氣 好好吃喔 這誰發明的 沒有它本來 本來就有這道酒 你要吃嗎 都沒有啤酒 我們來賓都沒有啤酒 有有有 給他一瓶 給他啤酒 啤酒沒有 這有什麼問題 你要不要他坐你旁邊 當然喔 不要 這是真正的 還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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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露完就可以了 天啊菜的 你不完蛋 露完就可以了 露完就可以吃了 喂 這 天井 差一口來 好 第二道菜是 檸檬生蠔 來來來 這個厲害的 一杯一杯的 我們這個生蠔呢 先用小火 然後慢慢把它燙熟 燙過的 對有燙過的 因為生蠔呢 有的人不敢吃 我們煮這個生蠔 就是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燙熟 所以它每個生蠔都是很完整的 是 然後再用檸檬 你看 檸檬來跟它浸泡 然後浸完之後再灑上果醋 果醋 還有一些 檸檬醋 跟我們自己釀的梅子醋 梅子醋 對 然後你吃完這個生蠔之後 你再喝一點那個檸檬 果醋汁 然後再配上啤酒 那個味道真的是絕配 因為這個檸檬醋是 本身是有酸味的 而且這個酸味它可以中和啤酒 後面的苦味 好像吃調酒的味道 沒有啤酒的苦味 有那種南洋風味 對 吃起來亂舒服的 有海洋的感覺 你先問外國 講一下 真的很好吃喔 我沒吃過這兩個這樣子的 都沒吃過 都沒吃過 你吃完想不想飆高音 吃完想喝酒 好吃 好吃 還滿好吃的 你旁邊有啤酒 你要不然它坐你旁邊 好 喂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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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平安老師 這個吃了有感覺怎麼樣 這個檸檬 我們平常吃生蠔 一講到生蠔就是生個吃 那老闆呢 他考慮到台灣人 還是不敢吃那麼生 但是他剛剛講一點重點 就是他燙的時候 大家剛剛在咬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除了那個淨汁之外 你在咬那個生蠔的時候 生蠔中間那個肉是嫩的 可是你在咬它邊緣的時候 有一點彈性 有一點韌 有一點拉扯的那種韌性 所以這在咀嚼上面是一種樂趣 是 然後呢我們常常在講說擠檸檬擠檸檬 大家覺得不稀奇 很多菜 不管你是炸的也好 涼拌也好 都可能會擠檸檬 可是你沒有想到一件事 當檸檬碰到水果醋的時候 婦婦得症 是 所以檸檬碰到水果醋的時候 它不會更酸 可是酸反而中和了 反而就是乾酸乾酸的 是 所以說那個生蠔呢 浸在這個汁裡面呢 它感覺原來有的那種黏液的味道 沒有了 所以你完全一點都聞不到它的那種腥味 而是由心變鮮了 而且夏天吃什麼很清涼的感覺 哇吃下去透清涼 很舒服 平常在高雄都去哪一家 去哪一家 去哪一家 海賓啊 不是啦 我說不是吃飯的 喝酒哪裡來 這個秘密我叫吃 叫他好酷 吃飯 你們這個餐廳是真的要 從那個奇襟坐船過去嗎 對 對不對 坐到奇襟島嘛 對 海底隧道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在奇襟半島上面嗎 OK好 謝謝第一家 各位要記住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待會兒最後要投票 金蝦有味味道濃郁口感鮮嫩 檸檬生蠔口感酸甜 配上啤酒 全配啊 第二家士林小館 今天為我們介紹第一道菜是 紅喜爆焦雞 來 來 在介紹之前已經看這個擺盤 因為我們這擺盤有韓語 對不起 沒有韓語說一下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就認為說 人生道路齊驅蜿蜿蜿不平 到最終還是會四通八達 是 那浴火鳳凰雖然說 現在還是在這個踏上 但是中後一天會飛上枝頭 在此之前大家都會守護著你 好啊 還說得好啊 還可以吃吧 還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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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吃下酒菜其實我們是用十幾種配料 去爆炒 那選用雞腿肉其實有另外一個考量 其實我們今天選用的一個路上 一個海上 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說 在啤酒節大家都會 狂飲 暴飲 暴食 所以我們選用一些比較 身體在養生部分比較好的 那雞腿肉它富含蛋白質 可是它的脂肪含量會 是在一般肉類來講是比較 比較低一點 對 比較低一點 我們通常在吃有配到那些 蔥啊 辣椒啊 蒜的這種東西 是 你發現這個菜味道很香 通常你就會直接吃這個主菜 就是今天我們吃到這個炸雞 可是我要建議大家 一個菜好不好吃 你要把它在拌味道以後 吃它裡面的那一些配料 所以我剛剛就刻意去吃它的蔥 它那蔥上面完全都沾附了 它這個炸雞調味道的味道 所以這一道菜炒得非常入味 謝謝 好 掌聲鼓勵 像我剛剛就吃了 大蒜啊 辣椒醬配的 蔥段啊 它旁邊那個煎香真的很香 為什麼真的 就是它的配料啊 你怎麼吃到鼻子上 很好吃 不是 我剛剛靠近你 來喝一下 真的下去 對 哇 這個厲害 很厲害 啤酒節嘛 啤酒節嘛 這個香辣的味道都有頂到 來 黃明志今天要表現馬來西亞式干杯來 一口乾掉 沒問題 你真的要一口乾掉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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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鼻妹妹掌朝鎮 綠茶忘了美食不堪咧 鄭哥錄影還帶馬子喔 帶馬子喔 鄭哥還正妹馬子 新妹妹 新妹妹 阿神 新妹妹 那請問一下妹妹什麼男生 應該是 你最好說實 是 有 有 這麼介紹 不是 你什麼 你走開 我剛剛看到妹妹好漂亮 回頭看到你嚇到 你去看妹妹漂亮 妹妹漂亮 還不錯 怎麼還不 這個不會講話 你問我 妹妹漂亮 妹妹漂亮 國光 幫忙 來 第二道菜 夏日練旋 來 介紹一下 我們當初想到這道菜 原因是因為 還是煮這樣 你先 你先 主要是因為是這樣 就是 因為會去參加這個活動 大概都年輕男女居多 是 大概就是在熱戀時期 是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出一個 這個比較 一開始在還沒有沾醬料之前 的時候先品嘗這一個 它的口感是很爽口很 很清爽 非常非常的香甜這樣 但是沾了醬料之後 會有一種 不一樣的感受 這個醬料是不是 對 所以我們想要製造出 不同的口感出來 所以這裡面是 軟殼蟹是吧 對 這裡面軟殼蟹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 我們是用 選用這個 這個養生的 軟殼蟹本身就是 甲殼素 含量很重 它可以減少脂肪吸收 它也可以 這個調整血壓 喝酒最重要的 怕就是血壓會 好香喔 會上升 對 它的旁邊的香味好重 對 好特別的這道菜 怎麼樣 怎麼樣 這樣吃起來有點浪費 我不是問你的心理狀態 我是問你的口感 心理狀態 就很好吃 真的 嚇到 就有點嚇到 嚇到 對 它不是很嚇酒 而且嚇飯對不對 而且又嚇到 馬來西亞沒有軟殼蟹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 不同類型 做法不同 我們那邊最有名是那個 黑椒螃蟹 黑椒螃蟹 那韓國的 韓國的怎麼樣 很好吃 尤其加那個醬汁的時候呢 感覺非常新鮮 繼續講 而且吃起來跟著皮球 打起來那個味道 哇塞 香香香的 喔 傳遞到 五種特別 非常 完了 吃完了 吃完了 很厲害 非常好吃 辛苦了 喝一下 喝一下 這麼 這麼多人過生日 說一下 一起 你的菜有個特殊就是 吃了以後 對 真的是 而且會生殖腦海 恭喜爆焦雞 口感多層次 夏日練勳 搭配獨特醬汁 加上芒果的鮮甜 吃了 讓人都想談戀愛囉 阿正 不是 我要叫你 阿成 阿紅還是阿正 阿正 陳鴻正 鄭哥錄影還帶馬子 帶 鄭哥帶鄭妹嘛 新妹妹 新妹妹 阿正 新妹妹 阿正 阿正 這是麥克風 這個阿 他把幼陽金都鏘光了 那是那是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看得出來 我也明白我聽過白 你 沒有變這種話 意思解釋 這個 居酒屋 是日本料理 是 OK 在高雄哪裡 在新絕江那附近 新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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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福四路那附近 什麼大力大統那附近 那請問一下妹妹是不是單身了 應該是 你最好說是 是 有有有有 要不這麼介紹的 這是 OK的嘛 是不是 你走開 我剛剛看到妹妹好漂亮 回頭看 嚇到 你去跟鬼喝 吃東西耶 好 今天為我們帶來第一道菜是 小卷明太子 介紹一下 我是 澎湖空運的 寫個國光幫幫 對啊 這是 紅蘿蔔蚌蚌蚌 蚌的耶 直接蚌 欸 國光幫幫忙 澎湖空運過來的小卷 然後日本北海道的明太子 兩樣一起拌炒 因為明太子他本身是帶一點 鹹味的 點辛辣 所以他本身就是對 很適合下酒的一道下酒菜 那請問一下妹妹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他最長像你這樣 不要害羞 這樣我會害羞的 怎麼臉紅的呢 剛好喝酒的 我可以先喝一下嗎 來 開始 一手夠不夠 它會 我們今天很多的 還會坐旁邊 啤酒節 我嗎 啤酒節 啤酒節 不是我 對不對 不用客氣 剛剛 這邊還要 剛剛不夠再趕快冰 快點 快點 剛剛他說可不可以坐房間 坐旁邊 旁邊說可不可以坐旁邊 你還不要飆高音 沒有 可以 可以 我們請他坐 對… 珍珍… 好好吃虧一下 來 喝一點 來 敬禮 這樣快斷了 你好你好你好 以後常來玩齁 哥哥不要帶來齁 哥哥是單身嗎 應該的齁 怎樣啦 親哥 哥哥單身齁 傻子 你們真的是兄妹嗎 真的 還是你是想要追他 沒有我真的是他親哥哥 因為屈哥以前就用這一招 他親是妹妹 我媽媽在那裡 哦 像姐姐媽媽也漂亮啊 那怎麼 你真的手藝很好 不要再打擊 我說你手藝很好啊 好謝謝 綠達妹妹漂亮 還不錯 怎麼還不 你這個不會講 真的很美麗 真的很美麗 你把得到嗎 講得還不錯 真的很漂亮 你問我 你問我 妹妹漂不漂亮 我覺得他那個小卷家明太子很厲害 厲害喔 厲害 因為他小卷又很新鮮 然後配上明太子 吃起來那個 這個吃起來整個 就是把那個海味表現得 淋漓盡致 就是你吃到這個 你仿佛眼睛一閉 你就仿佛看到那個 澎湖那個 清澈 對啊 清澈的海水 對 比基尼 螢光色的 糟 沒有 對不起 哭了 哭了 對 不過他這個明太子說之外 我們一般 吃到那日本的明太子 都很死鹹 它一點死鹹味都沒有 我們剛剛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大家都說好吃好吃 很正很正 很厲害 很厲害 你有沒有回想 你剛剛咬進去的時候 你一直在咬那個 小卷的時候 覺得小卷好脆好脆好脆 對啊 你就 已經只是想到它很脆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 小卷上面的明太子 其實是停留在你的味蕾上面 你在咬小卷的時候 其實小卷這種東西 我們常吃 小卷的味道反而變得平淡了 是 但是因為加上了明太子 它停留在你的味蕾上面 在味蕾上面那個 吸收那個味道的時候 那個香氣特別重 所以你咬的是那種 小卷的咀嚼感 但真正在你味道裡面 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就是那個明太子 對 就是味覺方面 你們也忘了一件事 在視覺方面 我們就一直想著妹妹 雖然做的是粿粿 但是心裡想的是妹妹 來 我們喝一下 喝一下 好 我們靖老師 胡老師講的實在是 胡東海瘦比南山 年年有驚慕 瘦瘦有驚蘦 來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第二道 是我本身最愛的筆木魚 酥炸筆木魚 筆木魚啊 我們先將一隻筆木魚 是 整隻切成 三片 就是兩片肉中間一片骨 然後我們把所有的肉 切成一口一塊的大小 再來我們把它的骨 做一個造型 成盤 然後酥炸以後 沾我們特製的醬汁去吃 這樣 一般就是 它的骨頭也可以剝來吃對不對 沒錯 其實真正最下酒是這個骨頭 真的 對不對 因為我在吃的時候 我都把肉給我兒子吃 骨頭我先吃 好爸爸是不是 但是那個骨頭真的是 應該算是 非常 陳年人的味道 對 對不對 這只有陳年人才懂得 對 去 怎麼講 去欣賞它這個骨頭的那個酥香味 而且剛好配酒 去聚焦品味 超酷的 嗯 老師 請問 我可不可以沾點那個沾酒 可以可以 來 老師請 你還可以拿一瓶酒 謝謝 如果沒有去沾這個沾醬的話 你會覺得當你酒喝得差不多 當你會 但你會覺得說 當你那個喝得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你要吃點主食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吃主食 這個 這個魚的厚度就可以有吃主食的感覺 是 可是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還這個味的這個味量還夠的話 去想好好享受這魚的味的話 一定要沾這個醬 因為這沾 沾這個醬汁裡面 它有點微酸味 可是又不是屬於果酸 那種酸的感覺 像醋酸的感覺呢 會讓你覺得一點的不膩 而且可以讓你有更多的空間 去容納後面的好菜 太棒了 謝謝 我覺得你看 講不太好 太好吃了 然後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這個 妹妹什麼星座的 摩羯座 摩羯座好星座 這星座真的好 嗯 非常好 什麼什麼血型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跟你講 不知道就是厲害 就是年輕 對 對 好不好 有血就好 最高境界 那我們一定要 哥哥什麼星座的 我的重要 對 重重重 我想講 我金牛座 啊 金牛座 我金牛座 那這太好了星座 同學行嗎 不知道 O型 好 那個希望你在這個 廚藝上面 多多增進 好不好 加油加油加油 好 媽媽什麼星座 開玩笑 謝謝 老公太愛婆婆嗎 老婆作罵三位主持人 我們下班都很晚 然後回去看他硬要看你們 真的叫硬要看 你 我會覺得說 這三個人有什麼好看的 老實在看 沒有 沒有 不怪 他先生沒有 他先生老名 今天是為了他特地來 上這個鏡頭 他怎麼沒來 他有來 可是他不上鏡頭 老闆 我們今天 真人秀演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把你老婆激婚了 好 我那個喜歡 幫忙 接下來是 夏全台菜廚房 妳好 老闆娘 妳好 妳好 來 今天我們帶來了兩道菜 第一道菜是 請問一下你們餐廳是台菜 那這個是台菜嗎 現在的話餐廳裡面 大概很像剛剛那一位 他們店裡面也是穿菜什麼菜 都加在一起 是 有時候穿菜館裡面也會出現 可能別的菜系的菜色很多了 沒錯 對 這個老闆娘很厲害 來 先談話一下 你知道 不是已經試了嗎 重點是要 好吃 好夠味喔 是不是 來一個 其實我今天來這邊 有一點那個耶 怎麼了 矛盾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來 本來我那個 我先生是你們 一直看你們節目 是 我們下班都很晚了嘛 是 坐餐廳 然後回去他還硬要看你們節目 真的叫硬要看 這是必須 這是必須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這三個人 有什麼好看的 老師在那邊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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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怪他寫得 他寫到你老名 然後現在看到我們看 對 然後後來我們 就是 參加入選之後 來看到你們三個 我就覺得 有點矛盾 那時候想說 三個人如果讓我遇到 我可能 想要唸一下他們 可是 今天突然真的看到 唸一下我們 什麼意思的 就是 做這個節目 讓他一直沒有時間休息 因為老闆下班了 應該要回家休息 休息啊 他回到家還是要看電視 為了我們三個 不睡覺對不對 對 可是今天是為了他 特地來 上這個節目 他怎麼沒來 他有來 可是他不上鏡頭啊 看哪裡啊 太羞了 他 他不上鏡頭 老闆 我們今天 真人秀演給你看 好不好 我們把妳老婆親婚 好 我在那裡 來 你不覺得他看了我們節目 變得比較健康了 對啊 有啦 精神會比較好 對啊 心情比較愉快 就是到最後我想說 就娛樂一下工作嘛 因為我們做餐廳 很辛苦 對 廚師很累 我知道 那他又都是長廚的 對啊 所以就 沒有 沒有 我爸爸也是廚師啊 他也看國光幫幫忙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 這個第一道菜是什麼 第一道菜是我們的 椒鹽肥腸 椒鹽肥腸 上面撒的這個是 蒜酥吧 蒜酥 蒜酥很像 過過油的對不對 對 其實 全部連它下面的這個餅皮 都是我們自己 上面還有餅皮喔 對 就是那個 都是自己炸的 對 都是自己炸的 那這一道菜的 對 那個也都是自己炸的 這個餅皮好好吃喔 餅皮吃下去不一樣喔 又是另外一個味道 又是另外一個味道 其實配的餅皮特別不一樣耶 整個口感完全改變 其實我覺得 喝啤酒也是要當下韭菜 我覺得它最主要第一個就是 除了剛剛有來賓講說要辣啊 重口味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 它要 要乾 要乾 對 它不能太濕 湯湯水水 因為是啤酒 油膩的感覺 對 是啤酒 對 你老公平常都喝烈酒還是啤酒 他不喝酒 不喝酒 對 那怎麼過日子 我們回家他 他喝茶 我自己喝我自己的 難怪他那麼瘦喔 對 他不喝 他都已經不喝酒 也不去外面回旅 看一下國王幫幫忙忙 你還要生氣 對 幹什麼這樣呢 是不是 好不好 來一點空間嘛 OK 最後的福利都被你剝奪了 是不是 老闆今天開心 你今天看真人眼 他 我是說真的 我們是真的 我是真的抱著說 要來參加讓他看到你們 開心一下 對 開心一下 我們握個手 來 交叉握一下 來 握一下 握一下 平常在分離的時間 就是我們三個 對 好 下一道 老師 我們平安對於 肥腸這個食材 我們看到最多的 就是那個 蚵仔麵刷裡面的大腸 要不然就是 滷的那種 厚厚的肥腸 可是你看 這肥腸 它的刀工是把 肥腸整個開了以後 把它切成長條 跟那個裡面 長條形狀的四季豆 兩個都是屬於炸的 可是四季豆的這個 素菜裡面 它還是飽含著水分 對 然後肥腸把它炸得 非常的乾酥 完全吃不到水分 所以這兩種不同的食材 同樣是油炸的一個方式 可是你咬在嘴裡面 有一種交替的感覺 對 所以尤其當你在喝了 微帶一點苦苦的 那個啤酒的時候 帶一點點胡椒的焦香 一點蒜的焦香的時候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一種各種感覺 衝擊在一起的感覺 你們店裡面 還有一個叫什麼 鹹魚滷肉飯 對 那個可能 厲害喔 只聽過鹹魚炒飯 那個可能 鹹魚滷肉飯 全台灣可能只有我們賣 在做 那你們全台灣只有你們在賣 你還不讓你老公看個光芒嗎 看光芒嗎 對啊 真的有溫點嗎 真的 有溫點嗎 那個鹹魚滷肉飯 聽說是每個人到那邊必點 對 因為我們算是在橋頭堂場 是 那它是一個比較文化 區域 對的區域 然後比較 要走復古的那種地方 我們就會想辦法把我們菜色 變有那種阿嬤的味道 古早味的那種味 但是又要創新 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 我先生就做了這個 鹹魚滷肉飯 難幹耶 對 它做菜是真的很好吃 下次你們來南鋪到我家來 請你們吃 一定 謝謝 那你讓它看國光棒棒嗎 看看 來 我們第二道菜 這什麼 哇賽 這個很特別 布拉魚喔 對 這是 布拉魚 蒜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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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蒜絲 等一下 這個是真的是大蒜 好 鮑魚蒜絲 它那個蒜絲其實是要很 就是新鮮 剛和好的時候 跟那個鮑魚配起來的時候 好香喔 這好香喔 這樣子會比較那個 這個 這個太厲害了 這個菜順口 老師 是不是越簡單的菜 其實是越 越不容易做 對不對 像我們你們這些大男生 平常喝酒的時候 通常會喜歡吃一個丁香 丁香花生 花生 對不對 那你看 這個喝啤酒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下酒菜呢 我們通常喝什麼紅酒啊 白酒啊 烈酒啊 香檳 要配的那個菜就是不一樣的 對 喝啤酒因為大家要很豪氣 所以喝啤酒的菜要粗曠 是 但是粗曠不表示它就是很 很那個簡陋 很簡陋或很粗糙 是 你看他今天用的這個青蒜 這一道菜裡面 它居然沒有放辣椒絲 所以它是完全青蒜的氣味 你吃到的完全就是那種蒜苗的味道 是 然後它同樣放了花生 它放的是那種 烏拉伊那種小魚 會感覺到它在粗曠之外 還是有細膩的 以上 今天我們四個 四家店家代表的菜 大家都已經品嘗過了 馬上進行投票時間 今天入選的八道菜 將選出獲勝的兩個店家 到底誰的下酒菜 能擄獲藝人們的胃呢 今天參賽的八道菜 將選出獲勝的兩個店家 誰的下酒菜 能贏得藝人們的選票呢 現在要開票 第一張 齊金海濱海產一票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齊金海濱海產一票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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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林小館一票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哇塞 夏全台菜廚房很強 領先喔 一居酒屋一票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哇塞 幾乎它都有了 哇塞 夏全 齊金海濱海產一票 四林小館一票 有齊金海濱海產一票 哦 有齊金海濱海產一票 蛇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哇塞 漂亮耶 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 喔 好 起床 咪牌 咪牌 搓牌 最後一張 我要求封牌 任何人 不能靠床桌子 各位 目前領先的是 旗津海濱海濱跟夏全台菜廚房 兩個人相差一票 對 旗津海濱海濱海濱一票 最後這一票是怎麼回事的呢 我們下禮拜見 夏全台菜廚房一票 以上 今天 前兩位入圍的是 夏全台菜廚房 跟旗津海濱海濱 恭喜大家 當然 士林小館跟一居酒屋 也同樣的好吃 是 就是說今天可能這個 這個吃美食是比較 主觀 主觀一點 好不好 這四家我覺得 在高雄區 都值得大家去好好品嘗他們的每道菜 沒錯 一桌菜裡面 來八道菜 都有他們 是 對不對 對 那最後跟各位報告一下 高雄啤酒決賽 7月17 18 19 3天 在這個高雄展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吃美食 喝啤酒 看那個表演 非常棒 好不好 今天我們還是最後要提醒一下 7月25號 在ATT Showbox要幹什麼呢 就是由我 黃明志 亞洲通32015演唱會 對 第一場演唱會 希望大家多支持 是的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各位參加國光幫忙 謝謝 謝謝